紧跟着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系统中间最为重要的变量 PASS变量 微软下面也有这个PASS变量 而且我们要知道微软呢,跟NELIS之间它会有不同的差异部分 当我们点开计算机的时候 点高级计动机的设置 那我们这边也有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对应的也有个PASS变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ASS变量呢,在微软中间 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台去打印出来 我最好通过控制台去打印出来 稍等一会儿 微软中间也有ECO mini 但是呢,它的变量是两个百分之后来形成的 这是不同的超系统中间转换不同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微软中间是一条路径后面跟着一个分号 下一条路径后面跟着一个分号,以分号进去间隔的 这是微软的情况 那么我们默认找文件的时候 微软呢,它是先找 就我目前的文件夹上面有没有该执行程序 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才会按照这个PASS路径去找 这是微软的操作方式 但是Netflix呢,它的操作方式永远都只有一条路径 就是按照我们的PASS路径去找 所以紧跟着咱们来做这个实验 我呢,进到TEMPO文件夹去 我们把这个PASS路径推出来重新登录一下 因为我们要保存的 以这边也行 我们来重新登录一下ROOT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进到TEMPO下面去 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来建一个文件 我们写上一个well.com.sh的脚本程序 这个脚本程序对我们演的话呢 比方说Bin的Bartial 好,Echo一句话 我们就写上了,这是TEMPO下的well.com.sh的版本 为1.0,版本1.0 作为一个程序的话呢 我们自然要给它赋予执行权限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呢,签记modeA加X给这个well.com 好了,那么咱们就来执行执行吧 即使我现在就在这个目录夹 我来瞧well.com的时候 它都无法拼写出来 它显示这样的命令没找着 但是何以见的呢 如果我们去查看的话,倒是有 这就是因为你这条命令 通过我们现有的pass变量 它找不着 我们来打印一下我们的pass变量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环境中间 有USR下Cables,SBin啊 这个Bin啊,那个Bin啊,SBin啊 唯独没有我当前这个文静夹 Temple文静夹 所以就会造成呢 我们现在在使用过程中间 无法搜索到我们所需要的程序 那么这个要怎么去办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变量 给它追加进去 如果将来的路径里面 有在这个柱尾部又写了一个冒号 接着把我的路径写在后排 那呀,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要学习一个数学算法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学这个 字母串的拼结过程中间啊 有这么一个算法的实现 A等于A加B 什么叫A等于A加B呢 A字母串等于A字母串 在圆形上面加一个B字母串 那么刚刚我们的这个提示符里面啊 它是加号不用加号 是用冒号来衔接的 所以说A字母换冒号B字母串 这样来写 但是呢,要记住一点 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下面这种行为做了 那就很糟糕 我们要把pass 等于原来的pass 后面写上一个tempo 那么错在哪里呢 我们一回车 这样的话呢 我们echo这个pass的时候 糟糕 原来的pass没有被读进来 而是显示PATH的这条指令了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要记住一点 当要调用某个变量的时候 必须要前面写上多了符号 如果我们没有加多了符号 就是打印PATH几个单词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命令就成功不了 那最好的方式的话 我们推出一下 重新连接进来 root ready hide 正确的做法是这样来做的 我们来看看啊 首先echo一下多了符号 加pass 那么呢 我们将pass变量 等于原来的pass 后面写上一个tempo 还要呢 就是把它用export 可以导出 作为系统环境变量去使用 好 只有当这样去使用完了以后 我们来echo一下 先有的pass变量 你就会发觉呢 它在原的技术上面 就追加了我们的tempo了 注意 当我们要调用的时候 后面一定要写上这个 多了符号 才能够实现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pass变量 有了现在这个环境的时候 我们即使在任何地方 我们在任何的目录夹里面 现在呢 你执行无要抗指令的时候 当我们敲前三个字母 按table键 就可以把它拼出来 而我们回车的话呢 就可以执行 因为我们的计算机中间 有那么多的程序 那怎么知道这个程序 放在哪些目录夹呢 所以则把它加在pass变量以后 我们才可以看到 这个路径的执行 它是如何如何有效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关于pass变量的定义 那某一种场景呢 也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比方说 在我们的Liters中间 有的软件 一次可以装两套 我们现在进到VR 下Temp下面去 也来写上这么一个well card 我把别的都删掉 把别的文件都删掉 这些文件是没有用的 我们也写个well card .sh程序 那么符合一个增长的bin的八项 这我们之前讲过了 是bin的八项 echo一句话 我们现在执行到VR下Temple下的well card.sh 好 版本的话呢 现在是我们的2.0 那么这样做完以后呢 咱们可以用千节mod名领 把它做上一个权限的赋语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去执行well card的时候 同样的 你看到的还是这个1.0的 原因在于哪里呢 就是我们原因啊 这个pass变量中间 没有我们当前这个路径 那么你通过刚刚的方法 我们说A等于A加B 我们又把这个pass变量加进去 exportpass变量 等于老的pass变量里面 再加一个进来 VR向Temple 好了 当你这样加完以后 我们去观察pass变量 这样以前的话呢 已经出现一个pass变量了 好 我们这个时候切到我们的ETC下面去 来执行well card.sh 无论如何看到的呢 就好像都是我们的1.0 永远没有看到2.0 这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说 这个路径呢 它是讲求一个先锋次序的 我们会按照这个前面的路径 一条一条进行查找 有没有找到我们的well card的单词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已经找到了well card.sh 就不会去后面进行查找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追加的效果没用 那么作为我们 想如果实现版本控制的话 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 A等于B加A就解决了 我们把这个要加的路径 先写前面 再写到我们的新路径 把新路径写前面 再加上我们老路径 这样就可以进行一个版本控制 所以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做处理 pass变量 等于我们先写VR下的tempo 再把老的pass变量读进来 那么我们去echo一下pass变量的时候 你会发觉呢 这回查找次序就已经打破了 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找到我们的well card了 VR下tempo的well card 这时候呢 就不会再去后续查找 好 让我们来实现一次 当我们现在在这个目的位置的 执行well card的时候 它控制的就是VR下的tempo的well card 那么同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还想执行1.0的话 那你又可以把这个操作一次 export pass变量 等于我们先写tempo 再写老的pass 那么呢 我们就是执行well card 就看到的是1.0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pass变量 它主要的作用是干嘛呢 就是来便于我们很方便的 不要输完整路径的方式去查找指令 找到我们的程序所在的位置 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路径 按照先后的次序来进行查找 这就是我们的pass变量 对系统的影响部分 那么将来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自己去编一些软件 编一些软件的位置 都是非常独特的位置 比方说 有的文件夹是 UASR下 Local下的MySQL 下面有一个什么什么 bing的步路夹 为了每次不用这么去 敲某条指令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这条路径 追加进去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合注来使用 我们这个pass变量的位置 好的 下面请大家呢 完成我刚刚这种雷同的实验 利用我们的pass来搜索程序 利用pass来进行版本控制